虚拟货币日益受到关注 特别是近期比特币价格狂飙 更成为了热门话题 到底虚拟货币背后 如何倚靠区块链来运作 其实你讲难不难 讲容易不容易 所以基本上它就五个特点 就是五个词 你就是一定要知道的 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 点对点网络 又或者是我们叫对等式网络 叫P2P peer to peer 然后分布式帐簿数据库 distributed ledger 然后第四个是加密式 encrypted 以及我们的这个防篡改性 immutable 所以区块链它过敏思议了 就是每个区块里面都会有 一个一定的这个资料数据 然后每个区块就是那个block block跟block之前 它们都会相互链接 然后收那个密码链的保护 它们不依靠第三方 就是通过它们本身的那个 分布式节点 进行的那个网络数据的那个存储啊 验证啊 然后还有传递啊 交流之类的一系列活动 区块链它就很像是一个开发性 开放性的一个共享账本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和参与它的那个即将活动 然后被记录的那个账本活动呢 他们就会发布到那个系统里面给所有的其他人进行一个备份 一个一个soft copy这样子 所以如果只要你有疑问你觉得 这个这个记录好像有点不对劲我想要看一下 其实你就可以按进去它的那个记录里面 然后他们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它的那个版本历史 或者是它的每一项的那个活动 由于这涉及资料数据 难免让人联想到网络这一块 到底区块链如何做好监督 达到保障作用之余 也带来各种便利呢 传统的电脑系统其实他们是利用一个集中式的数据库来储存 或者是处理资料 他们不对外开放 然后单点故障的那个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区块链因为它的那个分布式和点对点的那个特性 它把那个风险其实分散在各处 然后每一个点跟点之间 之间他们都是平等都拥有一样的话语权 他们都可以参与这个记账的活动 很多时候这个第三方系统都 你很难去监管或者是这样讲 你很难去控制 因为它毕竟是第三方而不是你自己这样子 所以就像金融机构啊那些交换锁啊这些 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 可是在区块链里面他们那个共识性能 它就能够确保那个安全并且 它能够大大的降低这些风险 比如说今天想要把钱汇到你在美国的一个朋友的户口里面 通常你就要去到银行或者是任何一个那个交易所这样子去完成这事情 我需要交付那个手续费 然后我要等银行里面的那个过程然后还有手续通过之后 最快可能三五天过后那个钱才转到朋友的户口 可是如果你用区块链的话然后你的美国的朋友也有区块链的户口的话 其实你就完全能够用你自己你们自己的那个 虚拟币的那个户口直接转账 你几乎你的朋友几乎大概当下或者是可能一两分钟过后 他们就能够得到这笔汇款 然后你也不需要缴付手续费 其实区块链它不只是现已在虚拟货币或者是金融行业 因为很多人当你讲到blockchain一定是银行啦这些可以用到 其实没有 它几乎能够渗透各个领域 你运输行业可以学术医疗保险农业慈善 甚至是政府监管或者是运行 就很像迪拜都拜政府他们其实他们要把他们整个国家 就是建立在一个区块链的系统以上 就像今天我出去买个车 我的资料全部都在区块链里面 可能我可以用虚拟货币去买菜买物质什么都可以 马来西亚的证书造假的问题 其实家喻户晓啦 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 所以区块链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是可以的 就打个比方今天 只要万达大学学员他们就实名化每一张证书 如果今天万达大学学员他实名化每一张证书 就是在那证书可能放一个UR code QR code或者是尾一码 然后当他们scan那个尾一码的时候 他证书所有相关的资料 都上传到这个区块链支持的平台 就是你从Send1到最后一个Send的成绩是多少 你有参加过什么活动之类这样子的 都会在这个平台可以看到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平台开放让这些招聘的公司 或者是猎头人 查证那个证书的真伪 他其实会不会大大的缩短我们这些时间 然后也是让我们的那个怎么说 公信力比较好 也解决了过后之后会因为这些假证书 而造成的很多很多影响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区块链的编程员 Solution Architect 然后那个虚拟货币交易所那个业务开发和管理人 你必须有相关的资料 它不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它涉及到的东西是很广很广的 你需要很大量的这些数据科学 网络安全就是Data Security 密码学啊数码编程软件 甚至到经济学等等这些专业知识 它并不是一个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 其实像现有就是现有的这些行业 其实你们也不用怕 你们真的只需要去参加一些在基础上 参加一些技能提升啊 或者是在自己那种培训 就是upskilling的培训后 其实你们也是能够投入区块链行业 它的发展工业很大